有今年的人物专辑片 无疑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奥本海默和拿破仑 你能想象吗 拍摄拿破仑的时候老雷已经84岁高龄 84岁还能拍摄大场面和时常感人的史诗及历史人物专辑片 而且还是拿破仑 我直接开门见山了 拿破仑虽然不能作为我心目中老雷电影前五的作品 但就今年所有大片中 电影的完成度和品质感还是挺高的 雷的利斯科特作为我最喜欢的导演之一 当时在2020年最后的决斗杀青那一天 直接转头就宣布要拍摄拿破仑 打工人都不带这么拼的 其实对于老雷拍摄拿破仑我是一点也不意外 老雷的处女座决斗的人时间背景就放在拿破仑战争时期 而对老雷那些基于真实历史改编成的影视作品 决斗士天国王朝黑鹰坠落罗宾汉古池家族等等 都出自老雷的道通 我知道我知道严谨来说呢 这些都是属于老雷宇宙的真实改编影视作品 包括这部拿破仑 如果你是一位考究的历史迷军事迷 或者拿什么拯救你的破仑迷 那么你一定会对老雷宇宙的这部拿破仑调三件四 因为老雷特色就是对真实历史做出他自己的艺术加工 对于我来说无所谓 因为这部拿破仑始终载体是一部电影 而不是纪录片 更不是文献记载 只要历史和人物的轮廓结构还在 创作者加入自己对那段真实历史的人物的态度无可厚非 电影本身就是艺术创作 艺术创作难免就会有艺术加工和虚构改编 这里先拿历史还原这块来说就是想求生欲一下 该片已经在国外就历史真实考究问题存在了不小的争议 而且还直接在访谈中呛老雷了 比如记者说有历史学家提到拿破仑不符合史实 问老雷如何评价 老雷说如果回应的话 估计他回答的全部内容都要消音 再来记者说评论家也提到 拿破仑有些事件改编存在争议 老雷回呛他们当时在场吗 哦不在啊那他们怎么知道 不过对于我熟悉老雷宇宙的那些正式改编的作品 见怪不怪了 结果那真实的拿破仑那么不喜欢英国 却全篇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台词 估计就要不少人绷不住了吧 所以习惯就好 好回到拿破仑这部电影 拿破仑虽然是高成本的大制作电影 但对于老雷这样的导演来说 依然是作者标签先行的作品 他对于电影中的人事物 有着自己的一番个人表达 其实在影片最后结束的画面 用字幕方式陈述拿破仑战争时期 他发动了战役死亡的人数列表 就能看出老雷对于拿破仑和他的时代的一个态度 以及影片琢磨的重心 作为有着精彩和戏剧性人生的拿破仑 想要从他的发家聊聊鼎盛再到没落 院线版157分钟一定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看完院线版 我更期待之后流媒体4小时的导检版 相信导检版会拓展出更多典型事件 来塑造拿破仑一生的优缺点 要想第一时间看到AppTV流媒体独家 4小时导检版拿破仑 苦于没能登陆合适国家和地区订阅吗 别担心 老朋友Surfshow来帮你打破冰面屏障 让你在全球网络IP随意变变变 畅通无阻 而且哦 看到这期视频等于赚到 一年一度的黑色星期五来了 Surfshow回馈新老顾客 黑舞期间有超值独家优惠 还有5个月尊享免费期送给你 时间不多了还不快下手 其实你想看在地球上的任何流媒体平台 使用Surfshow都能无限制订阅到 而且Surfshow是为数不多的 各种系统都能通用的产品 不管你用的是手机平板还是电脑 是智能电视还是PS5或Xbox 是安卓还是iOS Surfshow都能为你全线覆盖 还有更强大的 Surfshow还极大成之作 开发了Surfshow1 Surfshow1极大成开发了Anti-Virus Search Alert Anti-Virus防范针对于安卓和Windows的病毒 做到精准移出有害文件和病毒 Alert则负责保护你的网络账户 Search功能 可以让你在隐蔽的情况下 搜索网络不留痕迹 没有历史日志 还能避免广告打咬 想怎么网上冲浪都可以 不用担心 折扣码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在视频下方说明处点链接 你只要在购买Surfshow 万时输入Hexcon 你懂了Hexcon就是六边形 就可马上获得额外5个月免费 黑色星期五大折扣 真的不要错过 同时Surfshow还具备了30天全额退款的保证 有了Surfshow1 相信你在上网时更能畅通无阻和自信了 好回到拿破仑这部电影 当然我也清楚无法面面俱到 因为拿破仑的一生别说4小时 40小时都塑造不完 纵观拿破仑的成长蜕变史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分别是1793到1794年 我称为崛起以平息法兰西内乱 1796到1807年 叫鼎盛征战欧洲对抗反法同盟 1807之后到此 叫尊严野心保卫以莫洛 如果用三大战役来讲述 拿破仑人生的转折点 那分别就是崛起的1793年的土伦围城战 让拿破仑开始引起国家注意和重用 还有1805年的奥斯特里茨战役 因为有奥地利皇帝 俄罗斯皇帝 法兰西皇帝 所以也被称为三皇会战 该战役代表了拿破仑成就的定胜时期 莫洛的标志自然就是耳熟能详的 1815年的华铁卢战役 甚至连华铁卢这个名称 在后世都成为形容重大失败的代名词 那如果从影视改编的角度来看 大部分关于拿破仑的影视作品 基本都放在军事和爱情去展开 老雷的拿破仑也不例外 以拿破仑的军事战役和爱情两条主线交错并行叙事 不过也提及了拿破仑在政治上的事件 比如普月政变和穆月政变等 但并没有琢磨过多 而其实真实历史 拿破仑在政治上的谋略 也是对法兰西甚至全世界影响深远的 比如颁布的拿破仑法蒂 被后人称为民法典 对之后不少国家民法立法起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 这些都没有在影片里被提及 或许会放在四小时刀切版里吧 而仅为157分钟的院线版 切入点从法兰西大革命开始 也侧面影射了十世造英雄 拿破仑即将要在这混乱和充满机遇的时代崛起 影片开头就是1793年 路易十六的妻子玛丽上了段投胎 而在下面看着法兰西君主制落幕那一刻的拿破仑 当时只是一个炮兵指挥官 不久拿破仑有了表现机会 为了稳定法兰西内乱对抗反法同盟 拿破仑制定了土伦围城战的作战计划 并取得了胜利 在影片中可以看到拿破仑还是很紧张的 因为他知道只有一次表现的机会 土伦战役的成功 让拿破仑既升为旅籍将军 也让法兰西高层注意到了他 拿破仑崛起这段等于是影片的第一幕 进入影片第二幕 一战成名的拿破仑 展现出了非同一般的军事才能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 1795年9月27日到10月5日 短短9天 巴黎连续发发有组织的武装叛乱 眼看国民工会就要不保 拿破仑毛崔自建 申请了自主行动权 他调集炮兵做好防御 当起义军来到时 拿破仑给他们喂了葡萄蛋 阻止了叛乱 之后拿破仑在政坛平步清云 在军事上也是屡创战绩 用影片的节奏来说可谓是飞起 一些重要的事件都能得到呈现 比如金字塔之战三皇会战等 不过像1796年拿破仑率领进军意大利的各种著名战役 在影片中没有展现 直接跳到被派往埃及 金字塔大战也是一笔带过 在第二幕中 较为重要的还是展现了拿破仑相对更不为人之生活的另一面 他遇见了贵妇约瑟芬 约瑟芬的丈夫在革命中被送上断头台 她成了寡妇 不过约瑟芬毕竟身处上流社会 手握大把名流贵族资源 在某次酒会上 虽然拿破仑已经是当时法兰西的当红炸子鸡 但在贵族阶层眼里 他依然是那位来自柯西家岛家道中落的乡下地主家的儿子 拿破仑在各种名流社交场合显得格格不入 但他对约瑟芬一见钟情 约瑟芬也对拿破仑早有耳闻 一个是想要通过贵族血脉改变身份 做大家眼中的金法 一个是纯困潦倒名存实亡的落魄贵族想重生 拿破仑和约瑟芬两人很快一拍即合 而更重要的是 拿破仑虽然是战场老手 但却是情场小白 他对约瑟芬那是爱到不能自拔 从小到大 拿破仑苦心钻研之时 从没谈过恋爱 约瑟芬这样的交际话 很快让拿破仑败倒在他的石榴裙下 不久两人就低调结了婚 即使拿破仑被派往埃及 还是情书不断送往巴黎给约瑟芬 而约瑟芬却直接和情人下额热鸡掌 拿破仑不是喜欢戴帽子吗 这次是严严实实的绿帽子 自己戴绿帽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拿破仑这边 他从埃及连夜赶回巴黎 你以为拿破仑会直接首任这对偷情男女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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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战四方屡战屡胜的拿破仑 连自己的爱人都争取不到 那种渴求征服的感觉让拿破仑很挫败 而作为在情场身经百战的约瑟芬 再次征服了拿破仑的心 两人兵士前线感情依然稳如老狗 虽然影片已经放置了不少约瑟芬的戏份 但对于老雷这样拍过诸多深入 刻画女性视角作品的导演来说 显然院线版还是不够的 老雷在访谈中就有提到 四小时的导演版会加入更多对约瑟芬的戏份内容 在现实历史中 其实约瑟芬对于拿破仑在政坛和贵族圈的成功 也做了不少努力 院线版非常极简的蜻蜓点水的交代了一些 但其实远远不够展现约瑟芬聪慧周旋的人际关系 期待四小时导演版对约瑟芬的深入呈现 拿破仑验证了正所谓情场失忆正常得意 1799年11月9日 在极大势力支持下拿破仑发动了物约政变 推翻了都政府 拿破仑随即成为了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 在之后的几名时间里 拿破仑从政治立法经济教育等各方面进行改革 这一块在影片中也省略掉了 其中拿破仑法典就是在那一时间起草诞生的 影片也没怎么提起 有点可惜 1804年拿破仑正式做了皇帝 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结束 法兰西第一帝国诞生 就如影片一样 拿破仑在加冕时 他傲娇的拿起自己的皇冠给自己戴上 他不需要任何人和宗教给自己军权神兽的那套 接下来就是第三次反法同盟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三皇会战 以拿破仑的全胜告终 奥地利和俄国被迫签下了不平等条约 三皇会战的胜利成为了拿破仑乃至法兰西的巅峰 欧洲半数土地都被拿破仑控制和征服 又是正所谓战场得意情场失忆 不愿的约瑟芬 无法为拿破仑生下几成人 两人赶紧走向冰点 最终离婚 而且拿破仑盛世也并不能维持太久 三年后的1807年 以军事手段拿下不少土地范围不只卖太大的法兰西 并没有很好控制住自己的权力版图 接连出现了不少危机 这依然是繁杂的历史事件 影片选用了第五次反法同盟 俄国撕毁和法兰西的同盟条约 拿破仑觉得这是背叛 于是率领了12种不同语言的60万远征大军 浩浩荡荡的向莫斯科前进 拿破仑要讨伐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 但这就是拿破仑人生的重大转折点 虽然一路上拿破仑军队都拿下了胜利战果 但这果子并不好吃 长途跋涉的行军路线导致军心涣散 伤亡惨重 过长的战线也让补给完全跟不上 士兵饿死病死每天都在发生 好不容易停进到莫斯科 拿破仑想要找亚历山大一世签停战条约 结束这场战争早点回家 结果俄国人狠起来连自己都不放过 直接连首都都不要了 全城搬离并放火烧了莫斯科 这样的焦土政策 让拿破仑的军队在死城里得不到补给的情况下 又损失了不少兵力 而眼看恐怖的极寒天气就要袭来 拿破仑到最后 也没能和亚历山大一世见面谈出个所以然 在回城的过程中 又有不少士兵被极寒冻死 甚至军队还出现了士兵割掉自己大腿肉冲击的情况 拿破仑以60万大军讨伐俄国 结果回来只剩下不到10万人 这样拿破仑在各个控制区的人气锐减 之后还发生了更大规模的第六次反法联盟各个战役 不过影片直接跳到了 拿破仑被迫放弃了皇位 但得以保留帝号 可以终生统治二额八岛 并享有每年250万法郎普天 可这并不能难倒拿破仑东山再起 他抓准时间10个月后再次返回法国 一路上得到了众人和军队的加大欢迎 拿破仑再次夺回政权 不过这时约瑟芬也因病去世 让拿破仑伤心欲绝 而此时的欧洲都出现了一个声音 拿破仑是欧洲混乱的根源 是战乱的罪魁祸首 于是欧洲各国很快组成了第七次反法同盟 而滑铁卢战役则成为了拿破仑军事生涯的告别演出 以大失败和投降落下帷幕 影片也以滑铁卢战役作为第三幕大决战来展现 我们可以再次领略老雷对于这种古早战役的老辣把控 虽然我们已经知道结局 但是战前气氛 战时的残酷和刺激 大场面的调度等都让滑铁卢战役成为全篇最大的高潮 拿破仑失败后1815年 拿破仑被流放到一个叫圣赫伦纳的小岛 被英国进行严密的监视 拿破仑也在这岛度过了他的余生 六年后的1821年 拿破仑病死 结束了他精彩且保有赞誉 争议批评 以及各种头衔或荣耀或遗憾的51年人生 拿破仑一生一共参与指挥了81场战役 院线版只拿出了他的六场来作为拿破仑的代表去刻画 而且影片的时间线拉得非常长 从拿破仑崛起一直到他的死 从军事政治爱情都有聊到 可见叙事的内容密集度之大 节奏之快 让影片还是很难塑造一个更为完整立体且细腻的拿破仑 但老雷就在这样半命题的故事框架中 通过改编和他强大的指导能力 让每个时间线跨度都很大的时间去顺滑的组织在了一起 让人在观影的过程中不至于太脱节 他让其中一些时间跨度很大 但又不得不一笔带过的对话戏 确实显得过于简单 或许在导简板中能做到更完美吧 再来就是电影风格 原本我以为是满格的严肃肃杀的史诗及历史片的腔调 但影片有时候却有着戏谑和黑色幽默的存在 我觉得这很大程度取决于演员凤凰树的表演 他把拿破仑作为领袖风范的那些气质都拿掉 让拿破仑这人物重新附上他自己理解的新的诠释 尤其是拿破仑和约瑟芬两人的爱情纠葛的那些戏份 放在真实历史中 相比较面对于世人所见及所得的军事和政治 两人的情感和关系会更属于私人隐秘的范畴 改编的力度也是最大的 在这里凤凰叔给我们展现了一位并不太严肃的拿破仑 甚至有些诙谐可爱的恋爱脑绿帽拿破仑 特别是凤凰叔笑出小丑的声音时 让我有点出戏的说 没想到戎马一生小丑竟是我自己 光影方面细心的观众应该看出来了 演员都尽量靠窗说话 以此获得最大程度的自然照明 这是因为在当时还没有进入电气时代 如果用到电光照明就会显得有些违和 想当年库布里克拍巴雷灵灯的时候 也是不用一盏电光照明 而是采用烛光照明 应用超大光圈镜头拍摄 让画面充满古典油画质感 等于如今拍摄技术的突飞猛进 拿破仑在拍摄室内和夜戏的时候 不再需要用夸张过多的蜡烛去照明 也能获得很好的画面细节和层次感 我在影院看亮度刚刚好 但如果到时上线留媒体的话 可能有些画面会很黑 毕竟不是在全黑环境下看了 再来就是影片的背景音乐也让人印象深刻 古典音乐和华尔兹几乎贯穿全片 但也不怕一些人声和音去加强影片的史实感 最后就是大家最看重的战争戏份 三皇会战和华铁卢战役 我觉得就完全可以让影片值回票价了 虽然华铁卢战役在拿破仑参与的战役中是比较小的 双方均不足十万人 但对于拿破仑却是意义重大的 华铁卢战役通过老雷的运镜和调度 让这场战役的全过程步调清晰 格局视角大中小都有展现 看那阵仗和架势以及气氛渲染 华铁卢战役被营造成好像是 拿破仑军事生涯最庞大的史实级战役 总之如果你对历史和军事感兴趣 但不会要求电影严格遵循历史还原 而且你喜欢老雷的电影 拿破仑是你怎么都要不开的一部作品 最后希望老雷长命百岁 我还在等着他的决斗是二和一行前传三 好拿破仑今天就先聊到这 希望能对你看篇有帮助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还请点赞支持 那我是大聪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